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我Jason 今天去到5月27日星期三 行动管制令的七十一日 今天先报一报个数字 今天的数字都不错 不是不错 差很远 今天是新确诊15个 去到7619 康复出院是42个 6083个 没有死亡个案 都很明显今天是没有扣留室 拘留室 还是外劳去检疫 所以只剩15个 早几天过百 一百八十几 一百百十几 好像全部都大部分 都是一些移民局拘留室的一些个案 所以似乎社区的疫情 都真的已经表面上受控 不肯定是否完全受控 要视乎到时6月9日 过了这个有条坚行动管制令 看看当局政府他们会怎么样 会不会每天都十几二十几个 希望有几个 好像还没出现过过位数 我想要再等一等 有机会的 都近的了 会不会明天就来呢 好 视乎他的数字 希望他6月9日之后 可以再开放多些东西 因为我看似近日的新闻 都耐不耐 有一间酒店有结业 有些店铺商铺也都耐不住 我想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影响到马来西亚各个行业的经济 当然全世界都是 另外今天都有少少新闻可以说一说的 就是一个罪假 我们昨天应该是昨天有说过关于 罪酒駕駛的问题 当然 每一个不同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不同的政党 他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好像昨天那位 他会说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说要全面禁酒 不让他卖酒 今天也有人当然是持一个相反的意见 他就说应该要加重醉酒駕駛的刑罚 甚至可能要永久吊烧牌照 这样去加强一个阻吓性的作用 看看大家会拜哪一样 我相信禁酒就确实是比较困难 在马来西亚来说 他始终都不是一个纯回教国家 他也都不是全部都是穆斯林 他都是大概六成或者七成左右 又有两成多是华人 所以禁酒这个我觉得是 在这个国家暂时是不可行的 也都不建议这样做 始终譬如酒来说他都会有税 亦都是其中一个国家的收入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 加重刑罚这个确实是 希望可以起到作用 令到大家都真的会 不要那么随便 喝完酒就去驾车 我想加重刑罚也未算是重点 最重要是加重他怎样去检查 去设计多一些机器 出入波仔 这个我觉得是 香港应该是很多这些做法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多不多 平时出街是很少很少见到机器 所以可能要加强 加强监控 因为加强监管是最有效的方法 另外今天高等教育机构宣布 今年整年去到2010年12月31日 都不需要再回学校上堂 全部都是online教学 这个只属于高等教育 即是大学生 小学和中学 中学算不算是呢? 这里的高等教育应该还未算 那究竟小学和中学 这些学生他们可以怎样呢? 会否今年就会复课呢? 这个就暂时不清楚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微目 没有什么提示 告诉大家究竟应不应该复课 但是暂时就知道 今年的大学生就不需要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 大学的教学是比较容易online上 他说尽量不要有面对面的教学 我想大学生他们的过程都比较容易 是online可以上堂 但是小学和中学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你很难叫他坐定定地坐在那上堂 就像这样我对着你 你可能也要家长在旁边陪着他 他才可以乖乖地坐定定 否则他应该理论上到处走 他应该坐不定 所以就希望当国都尽快预订一些SOP 例如好像打电影吃东西 可能是小班教学 但是小班又会不会要多些教师 才可以应付得到这么多学生呢 这个也是他们头痛的问题 我相信 这个有待教育局他们去思考 这个不关我事了 好 今天比较简单一点 一个小小的报导 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来西亚当地的小小新闻 一些香港和马来西亚之间 他们有一些sharing 我会再继续的 大家记得留意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like和share 如果未subscribe的朋友 就记得按下subscribe的键 不要忘记还要铁键 我现在有新片 大家就会收到通知 好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谬助近ね 我们订阅所有分享 中数字难不 owns 我们已经来钓 along 这是我们 在圣 Sandra